HELLO 大家好情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我們日本版的毛咪大戰爭啦 因為最近基本上又有我們超級必中環節了 那當然就是因為我們這邊啦 又有一隻新的角色登場了 那這個系列其實是滿推薦大家可以抽的 因為他是黑暗英雄系列 那黑暗英雄系列一直以來的話 他就是抽一隻角色就等於是抽到兩隻角色或是三隻角色 因為他打的這個屬性不一樣的喔 然後這邊的話有全新的這個英雄參戰啦 看起來很像一個 全新的這個英雄少年的感覺 感覺跟這個阿基拉感覺像是同一個故事裡面出現的 那種英雄的感覺嗎 那是我們全新的這個英雄 那他日文的話我不太會念啦 所以之後我們就是那個台版登場的時候呢 我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隻全新的角色喔 那目前來說台版的話呢 我們這個黑暗英雄系列的角色 好像基本上應該都已經有了喔 那就只剩下最新的這一隻了好不好 最新的就是我們這個 上一次的話基本上是我們這個 這個黑暗的這個 黑騎士跟白騎士啦 然後上一次就是我們的殺技嘛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偵探 那偵探的話這一次在我們這個情人節的話 確實有一個滿帥氣的這個偵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抽喔 然後這邊的話 來了我們這邊這個全新的這個 黑暗英雄系列的這個角色 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這邊的話大概是什麼什麼什麼無效化喔 然後動作緩慢無效化嗎 還是動作停止無效化就是不會被就是暫停是不是 然後 呃 塔瑪妮 這個不死敵人跟這個異星的 然後是可以幹嘛幹嘛之類的好不好 電擊影響然後您能力什麼 目訣高效聲喔 他是一個超級高效聲的感覺 然後 呃 進化之後的話 還是他一階這邊是攻擊力什麼什麼什麼無效化 應該是攻擊力下降無效化吧 然後他是打這個天使跟這個異星的 所以 他的這個黑色形態的話 他是打這個不死跟這個異星 然後 另外一個一般的這個白色形態 他是打我們這個天使跟異星的這個感覺喔 所以 算是兩種屬性的 所以為什麼說黑暗英雄很推薦大家抽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就是因為 他可以有就是那個 欸 兩隻角色的感覺喔 你就是可以用他去打一些其他 所以也是 因為蠻推薦這個新手的這個系列喔 好 那麼來看一下他的這個角色介紹 1882 我們這邊應該可以抽一個這個必中 然後看一下 會不會中吧 要嗎 也是可以啦 好不好 我們現在研究一下他的這個效果喔 來 這邊的話是我們的這個 全新英雄 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那個是 高體力 喔 是 這嗎 高 高體力是什麼意思 應該是那個就是比較耐打嗎 然後功力頻率稍多的角色 應該是那種就是 三連擊或是幹嘛之類的喔 這個是我們這個 高體力的這個角色 就是 他的血量比較高 然後 塔瑪妮天使跟這個 異星的什麼能力 持出喔 不知道 應該是 妨礙效果嗎 還是怎麼樣 不知道是不是妨礙效果 然後 進化之後就是變另外一個心態 就是也是 高體力的 然後攻擊頻率稍多的角色 然後他是對這個 不死跟這個異星啊 是有一個能力的這個 持 喔 這個 看不太懂喔 這個 如果大家看懂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喔 那這就是我們這個 最新的這個英雄啦 哈 我在想耶 要不要1500罐罐下去 還是我們就先抽這個金券就好了 哈哈哈 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 好啦 我覺得也是可以1500啦 因為畢竟 日版帳號的話 多一點 這種就是可以雙打的角色 還算是蠻OK的 我先看一下我們現在有什麼 我們現在好像有 有那個誰啊 有殺技對不對 還是沒有 看一下喔 我們的這個黑暗英雄系列的話呢 我們好像是有那個 阿基拉 然後貓俠 跟白騎士 這三隻 這三隻 所以好像還算是蠻賺的啦 而且為什麼 連日版都有阿基拉啊 好扯喔 好 那我們就直接走起來了好不好 我們這一次的話就 金券留著 然後直接抽必中 然後1500罐罐下去 因為這邊有1882啦 就也沒有說太多也沒有太少 但是 夠我們抽這一次 然後目前來說 日版帳號其實 能打的角色應該也是差不多了 只是 抽這個系列的話 應該還是頗賺喔 可是我們已經有貓俠了 那就看一下 能不能抽到這一次的新角色好了 如果能夠抽到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 讓他上陣囉 好 1500罐頭直接給他下去了喔 來 畢竟有必中 就直接給他傳起來喔 拜託 會不會來呢 沒貓貓 沒問題 在下面第二隻 我們這個海盜船長貓貓 下面一位 第三隻 肉骨獸 好 再來第四位 喔 這是我們的這個 怪手是不是 然後我以前沒抽到 所以他這邊的話沒辦法按跳過 然後下面一位 是我們的 哇 剪刀手 幹嘛 這一次要把這個地底戰爭部隊 直接全部抽光光是不是 在下面一位 喔 真的耶 都是我們這個地底戰隊 再來 剩我們的這個八條貓 再來 什麼的貓咪 迷你 哇 看來應該這一隻是保底的Fu了喔 好 跳跳貓 應該是保底的Fu了喔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個 鋼鐵貓貓 我這張還沒有鋼鐵貓貓耶 居蘭嗎 喔 喔 哇靠 阿基拉 不會沒了吧 不會吧 哈哈 超後悔 怎麼又 又抽到一隻 阿基拉 我的天啊 OMG 好啦 那這一次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是沒有抽到這隻全新的英雄 這隻新英雄感覺應該是 蠻帥的喔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可以 等到時候那個台版出的時候吧 因為 目前來說日版的話呢 就是只有先在日本開始 這個台版還沒登場 台版的話我自己賬號應該也會想辦法去抽他喔 好 那我們就把阿基拉升級起來吧 來玩一下阿基拉啦 不然也沒辦法了 哈哈 有沒有人想說 哎呦 有沒有機會抽一隻出來就沒有 好啦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阿基拉二階好了 我一直以來都沒有什麼在用阿基拉 我們來看一下阿基拉二階會怎麼樣 然後我們想說這個假面騎士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是都已經那個 完美的這個打完了喔 這個是 是初級條件限制只能出那個學員的 那就不用了 學員只能出學員的 我看一下 有什麼東西可以打 學員生活 打過了 然後 犧牲4也是不能出超級的喔 好啦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儲團的彈士打好了 看一下這個 然後我們來把那個阿基拉給他帶起來 看一下二階 因為我基本上都是用三階沒有什麼在用二階的 來看一下二階長什麼樣子有沒有很帥 感覺其實阿基拉是真的很帥耶 就是 為什麼要被做得這麼好像很不好用一樣啊 很可惜耶 他明明就超級無敵帥的 來 4860塊把他出出去喔 讓大家看一下我們這邊 帥氣的這個阿基拉 那大家如果有抽到新角色的話呢 你們有玩日版也可以先跟那個 各位觀眾朋友們分享一下這個日版的這個新角 究竟推不推薦 或者是他 帥不推氣好不好用 因為整瓶這邊 1500罐頭 沒有抽到 抽到的是誰 阿基拉我的天 好來 4860塊直接出了 喔 他這邊的話基本上還會變成就是這個 紫色的這個 衝槍的感覺 他原本就是第三階進化的話 還是有那種紅色火焰喔 我覺得第三階進化不愧是很帥的喔 那這次的話基本上應該是可以打那個吧 沒有耶 他只有就是 攻擊力上升 然後讓別人 然後那個攻擊力下降無效 然後還有這個 裂波無效而已 他沒有其他的一些那個什麼 效果耶 而且他是全屬性的感覺 就是 全部屬性都可以就是 應付的感覺 他的這個攻擊速度也還算是蠻快的 而且他是打這個範圍的喔 只是 他這個的話就是該怎麼說呢 打完之後 移動速度比較慢 所以他是 必須這樣一個一個慢慢打 所以你沒有太多的這個盾牌 去把他卡線的話 他就會 很慢的走到這個塔前面 好 那就是我們的這個 阿基拉的這個二階 我是覺得他三階的這個樣子 是真的蠻帥的耶 三階真的很帥 但是大家基本上應該也都比較少用他 然後我們這個 黑仔熊 我們這個 熊哥 他也是很喜歡這個阿基拉的 因為確實真的蠻帥的阿 左手出壯哥有沒有看到 是真的很帥 但是 確實你看這邊 強貓這邊 打到這邊 他有很多這個 大範圍的地方都捅不到喔 比較可惜一點點 然後他現在是有這個 LV60等會有這個就是他的那個 超本人的這個效果 不知道到時候拿到超本人之後的話 他會來一個翻身或是怎麼樣之類的 應該也是 蠻有趣的喔 好 那今天主要來說 我們就是來抽一下這隻新角色啦 然後順便介紹他的能力 他應該是就是那個吧 就是 能夠打就是 三種屬性 那個不死跟那個 天使還有這個異星的喔 那通常我們這個 黑暗英雄系列都是長這個樣子的 就是 你抽一隻敵兩隻啦 所以還是非常非常推薦大家 如果是 青粉的話 這個系列跟我們就是那個 古代的這個英雄系列阿 都是還蠻推薦大家抽的 因為 你就可以用少少的這個 罐頭然後去弄到就是效益比較大的 就是比較能夠量產的阿 或是 一隻能夠當兩隻用的這種角色 那是會比較 推薦大家來去抽的喔 所以 現在如果你想要入科我們這個日版阿 或者是就是 等之後台版出的話 都應該還是蠻推薦大家 就是在這個必中的時候 可以把我們這個 黑暗英雄系列這個 給他抽多一點喔 確實 會比較舒服一點點喔 你就可以就是 做比較多的這些事情喔 好 那我們就 繼續走起來 那大家有沒有抽呢 也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你們花了多少抽 然後抽到就是 我們比較 ㄟ 該怎麼說 就是抽到我們就是 比較好的一些角色 那畢竟應該是有那個必中的啦 所以都還是可以來 碰點運氣看一下 能不能就是 拿到我們這一次的新角色阿 或是拿到 貓俠阿 或是我們一些角色都可以 那目前來說 大家對於這個黑暗英雄系列的 這個大獎會是誰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一些看法喔 因為以前來說的話 我們黑暗英雄系列的話 好像大獎就是我們的那個 貓俠 不知道現在這個排行有沒有過了喔 那你們認為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對他的想法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一些 就是對這個排行的一些 表決阿 或是一些想法 我們都可以再討論一下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就是 都沒有很爛的貓貓啦 就只有就是 比較好用 或是用起來怎麼樣 因為 其實到最後就是 最近開了那個地底的這個環節 就發現貓貓真的 還是要蠻多的 然後一些就是本來不起眼的貓貓 其實到最後哇 都非常非常厲害 好 阿迪拉 他都沒捅到半隻熊耶 我的天 一隻熊都沒打到 真的耶 那往前進一點點 喔 終於 他就真的蠻可惜 我覺得他是因為攻擊範圍太小了 你知道嗎 就是沒有到這麼遠距離 所以就會變得就是 比較難去應付這樣的感覺 好 那我們今天玩的基本上 應該就是跟大家介紹到這邊啦 我們主要來說就是抽一下我們這個 1500百罐罐的這個11連抽 但是沒有抽到新角 所以大家 也可以等到哲兵的這個台版 抽到新角之後再跟大家介紹囉 那今天就玩到這邊啦 我是曲篇 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 掰掰 咦 而 有 猪 2 3 3 4 4 5 5 5 6 6 6 7